女孩路过排风口 见四下无人 便好奇地玩了起来 殊不知 这一幕被车内男人看得一清二楚 跟随心跳的感觉 他一路追到走廊 奇怪的是 女孩非但没害怕 反而一边跳舞 一边对他抛媚眼 这把男人撩得心仰难耐 看他搔手弄姿的现出香吻 男人更是确定 他对自己一见钟情 殊不知 这玻璃是个单面镜 女孩根本不知道对面有人 回到办公室的萧翰 还在回味刚才的艳遇 没想到女孩是公司找的模特 思虑再三 他选择打响公司内线电话 来一场爱的邂逅 随着电话接通 萧翰开始了油腻攻击 电梯里边都是你的味儿 我能请你吃个饭吗 来进浴餐厅知道吗 今天晚上七点半 不见不散啊 电话挂断 望着女孩朝自己招手 萧翰心不快化了 紧接着 他叫上三个兄弟 说晚上要见客户 让他们帮忙安排下行程 可眼瞅着打扮立正准备出发 妻子却出差回来了 原来萧翰是有家事的 只不过这些年的平淡 磨平了以前的激情 眼看约定的时间即将来到 他连忙给兄弟们发消息求支援 可这却被妻子撞个正着 女儿子 你忘了 你怎么知道 想半天了都 工作 我说你们这工作点破事 你们能不能在工作时间聊啊 讨厌 而兄弟们也不傻 一看他手机关机 立马推断出嫂子这会在家 并推测他今晚不是见客户 而是要泡妞 随后萧瀚阳就开始指挥几人 老乔负责带孩子并进行牵制工作 大川负责接萧翰到酒店 而他则现在去蓝鲸鱼开房 计划堪称完美无瑕 另一边 萧翰正在给妻子按摩 看他打起葫芦 并想开机看看情况 可刚调震动 妻子就醒了 慌乱下 手机掉在他屁股上 此时群里消息满天飞 手机嗡嗡个不停 高频震动 不由得让妻子产生好奇 都想看看群里在聊什么 萧翰吓坏了 但不知道怎么阻止 只能加大力度按脚 看他还要继续 萧翰也只能继续假骂 可这根本不能让他停下 眼看就要点进群 门铃却在此时响起 就这样 趁着开门的功夫 萧翰成功逃过一劫 他以为是他兄弟来救他了 不料 萧翰还想解释 可能有误会 然而女人却掏出了手机 原来是酒店的消费短信 发到了女人手机上 这下证据确凿 铁重乳山 紧接着女人就要带两人去酒店 萧翰明白了 以为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完了 看样子是真出事了 他让大春通风报信 可媳妇不傻 直接没收了俩人手机 小沈阳刚开房 他的妻子就带人找了过来 沈红让萧翰踹门 他也只好装装样子轻踹 实则提醒房间里的兄弟 看他不靠谱 沈红直接一脚上去 危急罐头 小沈阳用被子蒙住沈红和妻子 光着屁股跑了出去 萧翰也趁机追出去 他一把扯下衣服 问到底咋回事 看他没时间回他 萧翰也只能将衣服藏进垃圾桶 当三人跑到楼下时 只看到一条浴巾挂在旋转门上 无奈的几人只好回家去抓 可推开家门 却看到小沈阳已经包了一大盘饺子 女人二话不说直接点出来 问刚才在拦鲸鱼的是不是他 可还不等小沈阳回话 门铃响起 是小沈阳的助理来了 他说为客户办理的大床房椅就位 听到这儿 小沈阳瞬间硬气起来 开始反客为主 把我客户怎么了 说话呀 这气场直接把几人吓得瑟瑟发抖 殊不知他急得连内裤都没掏 深夜到家的萧翰在床上辗转反侧 想到酒店里苦苦等待的模特 他感到一阵心痛 可事到如今也只能放大鸽子了 第二天 萧翰在车库看到了马总 他打招呼示好 不料对方却满脸仇恨 还似笑非笑地掏出叉子 在他的车上硬生生地划了一圈 最后留下了鄙视的手势 公司里 马总更是直接用一杯茶 将他的电脑干报废 萧翰蒙了 咱俩是有仇吗 会议上 同事们正在商讨今后的策略 可萧翰却看着模特入了迷 幻想他趴在桌子上 妩媚动人地缓缓走来 据说这一段NG了差不多十几次 要我说 萧阳你小子是不是故意的 在这种挑逗下 他再也按捺不住 当场脱起衣服 这把所有人都看蒙了 而萧翰也反映过来 这是在会议室内 为了缓解尴尬 他集中生智 来了段即兴演讲 与此同时 马总也看出他有别的想法 不过他以为男人在向他示好 于是就这么原谅了他 为了能继续抛妞 男人开始想办法与模特偶遇 他来到马场 结果不小心烟头烫到马屁股 他来到瑜伽市 结果年龄太大 腰部僵硬 尽管计划纷纷暴毙 但他还是不想放弃 说什么都要共度两宵 另一边 大春在帮萧翰送东西时 意外看到了马总 只一眼他就深陷爱河 为了表达爱意 他求萧翰帮忙写一封爱的告白 你这不都写完了吗 你写的真漂亮 萧翰也没多想就帮忙写了 殊不知 这封信却让马总产生误会 以为是萧翰爱的表白 作为回应 他将萧翰叫到会议室 说模特正在海边拍照 让他去把把关 随后表示 一切准备都已安排妥当 你懂的 可当萧翰到了海边 却发现什么都拍完了 根本没他事 迷茫时 模特助理走了过来 说悠悠今晚想拜访他 请问有没有时间 萧翰一口答应 随后来到酒店 静待佳人到来 为了有情调 还临阵摩枪的学了句韩语 你真漂亮 也包容 也包容 就这样 当马总走到屋子时 他头也不回 直接来了句 包容 看到美人的御手 萧翰心都飞了 男人本想和那摩约会 不料来的竟是自己老板 还不等他解释 老板发话了 你为什么要赤裸裸的勾引我 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看 我成熟性感 对吗 死亡三连直接把萧翰问蒙了 只能连连敷衍说事 他找个借口推门想逃 结果意外撞到同事 眼看上司来势汹汹 萧翰只能提一喝酒 由于他俩都是半平道 就这样一夜无话 什么都没发生 回到公司的萧翰很难受 他怕马总误会 工作受到影响 发愁时 恰好模特悠悠来上班 就这样两人见上了面 为了感激萧翰帮自己当上公司代言人 悠悠决定请他去酒店吃一顿 酒店里 萧翰以为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结果门铃再次响起 是韩国黑帮大哥来了 悠悠吓坏了 连忙把萧翰衣服扔出去 并让他去窗外待着 这一刻他明白了一切 从始至终 自己才是被吊的那个 恍惚间 他想起朋友的劝告 走甚可以 走行不行 又想起他在车上 对自己一人的告诫 玩归玩 最后 还得回家 当时没有明白 还傻乎乎的沉浸在喜悦之中 如今明白一切 却什么都忘了 当萧翰再次睁眼时 眼前的景象把他吓坏了 原来昨晚在窗外 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楼下群众纷纷以为他要跳楼 乌洋洋的围了起来 为了不把事闹大 他一个劲的解释自己不跳楼 可楼层太高 声音根本传不过去 这时妻子也赶了过来 就这样夫妻俩远远地喊着对话 谁也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 就在发愁时 一道声音响起 原来有个油漆公在中间楼层 两人大喜过望 决定让他当传话筒 听得见吗 我错了 他错了 他说他错了 谢谢啊 你别说了 下来就行 你别说了 跳下来就行 这把肖瀚听得一愣 这么恨我吗 这种事 为了表诚意 肖瀚站了起来想继续道歉 这可把沈红吓坏了 肖瀚 你跳啊 好汉 你跳啊 看妻子迟迟不肯原谅 肖瀚也只能硬着头皮跳了下去 当他再睁眼时 已经在家里的大床上了 原来是消防员在下面做好了安全措施 这才让他安然无恙 有人说结尾从床上睁眼 是表示电影的一切都是梦 是虚假的 但有关真假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结局的肖瀚开始珍惜家庭 用所有空闲时间陪伴妻子和孩子 梦中醒悟也好 妻子原谅也罢 总之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情圣是一部让人看后捧腹大笑的合格喜剧片 内容改编自七六版的红衣女郎 只能说有着原作的底子 故事还是不错的 电影在内容和细节做出了本土化的改变 拍的是我国渣男的嘴脸 用昏段子包裹的双关 无疑是成功地迎合了大众 不过因为三观问题 结尾附加了一个梦的设定 可以说对爱情有纯情期待的人来说 这部电影完全可以忽视掉 因为在看完后 它会颠覆你的爱情观 并让你觉得恶心 反之亦然